市值1億3千2百萬元 重大約127公斤的華爾可卡因 擺滿整張桌子 是警方上個星期 在三個有黑社會背景的男人身上檢獲回來 這些華爾可卡因的包裝 和今個月17日 在洛馬州首獲的雙齒 相信屬於同一個來源地 根據他們的包裝方法 和包裝上的圖形 我們是相信 今次檢獲的毒品 和上一次是來自同一個出產地 我們警方會繼續從多方面調查 包括追查毒品的來源地和分銷的地方 除此之外 警方也同時檢獲650克華爾冰毒和大麻花 警方在上個星期五至六 分別在壽茂坪順利村一個停車場 和粉嶺節停一共三個本地男人 在他們身上私家車和輕營貨車 上手出這一批毒品 並且將他們拘捕 星期一分別會在官堂和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這一宗毒品案是自2013年以來 檢獲最多懷疑可卡因的單一案件 警方指今年頭五個月 首出的懷疑可卡因數量比上年同期升一成半 但否認香港已成為販毒轉運中心 成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送立功質疑 怪警隊或有極高級警務人員撐腰包庇罪犯 但除了警隊目前改朝換代高層世代交替 令破案率上升 更加連破多宗大案 他希望警方在新人事新作風下繼續撥亂反正 立法會議員郭佩帆指警隊類破大案或多或少 和前年佔領行動比外界批評破壞法治有關連 我看TV東網、電視、收物等不斷